那你們知道他是同一家公司自己給自己檢測嗎 歐移公司他跟這個凱聚公司就是同一間公司 那歐移提供的儀器筆測報告是由凱聚公司檢測的 邏輯不就像是少林足球裡面講到的裁判 求證 旁證都是他的人 你怎麼跟我鬥 腳有任何不法 非常歡迎去舉花 我們絕不負短 在我們環保署108年的時候 3月有一個標案 叫做機動車輛噪音聯合機查 按排氣管認證及管制計畫 這300多萬的標案是由一位凱聚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標得 那在109年的時候 7月份也有另外一個標同樣的標案 它是800多萬的 那這個部分改叫做歐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標得 好 那我想這個環境部喔 原來去查了一下歷年的這個得標記錄 這兩家公司以前也是環保署跟我們環境部的常客 我相信環境部對這兩家公司應該也不陌生吧 我們同年或許熟悉我個人是不太清楚 因為我沒有介入到這個 好 那下一頁 細節 在這個112年的時候這個歐移公司也得標了一個 就是112年行政院保護署 這個環境保護署的大氣環境司的強化噪音管制措施 即營建工程噪音改善計畫 那這個算是一個顧問案 那他的內容呢主要是講說掌握縣市的環保局推動聲音照相科技執法情形 以及提供這個技術資源 匯整更新各縣市的車輛噪音聲音還有照相科技執法的設置 這個形式地點套數跟成果喔 那了解本署在這個前瞻計畫移播各縣市移動式的聲音照相設備的營運情形 並撰擬常見的問題與回復內容供環保局參考 還有在營建工程的這個噪音微型感測器的評估應用強化源頭管制的策略 還有蒐集國際上至少三個先進國家運用這個噪音微型感測器 跟營建工程還有相關室外環境相關的這個噪音監測的案例 所以針對民眾陳情這個營建工程的噪音案件進行分析 好簡單來講他就是一個類似顧問案啊 那顧問案完之後他是不是有建議要採購 所以你們在10月的時候這個歐移公司又得標了一個 112年行政院這個環境保護署的大氣環境司 移動式聲音照相科技執法辨識系統採購案 是嗎 那委員可不可以請我們大氣師張志良來回答 因為這個內容我不是那麼清楚 跟委員報告這兩個計劃性質是不一樣的 那聲音照相本身來講我們從110年就開始採購 所以跟這個112年這個4月份的這個計劃來講 是沒有什麼關聯 110年就採購第一批22套 那這個112年10月這個是採購第二批 採購那個21套 對但是很神奇的事情就是這個歐移公司在 得標的顧問案之後 在10月份就是又得標的這個採購案 好不過沒關係下一頁喔 歐移科技決標了這個金額大概是1800多萬的金額喔 可是你們這裡面有說 該採購案設備經標檢局檢定合格 跟通過儀器的筆測 經本署完成測試驗收合格 方撥付該套次的尾款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有人來檢測他啊對不對 那你知道部長 你知道他檢測的 檢測的公司是哪一家嗎 喔 不清楚 OK 這個 他檢測的公司呢 就是所謂的凱聚科技 科技公司喔 就是這家凱聚科技公司檢測的 那下一頁 基本上我們去查了一下 這個歐移公司跟這個凱聚 他根本就是同一家公司 第一個證據他們共用網站 而且他公司設立的地址也相同 第二個證據他的董監事 都是這個餘姓家族相互擔任董監事 所以你這樣看起來 他是不是同一家公司 背後算不算同一批人 應該是同一個類似集團裡面的公司 假如說甚至連網頁也都一起 那當然就是同一起 但是這個跟前面的購案 我不曉得有沒有 他就是這個標案 就是他採購了這個器材的標案 是 所以政府採購法裡面 有施行細則的第38條的第一項 第4和第5款 政府辦理這個採購的時候 簡單來講 就是有利益衝突的時候 要在我們的採購文件中 明文禁止得標廠商自己協助自己的行為 請問我們這個標案裡面的 合約裡面有沒有寫 有沒有明確的載明 這個產品 假如環境部去採購 將來驗收 是環境部來驗收 但是剛剛檢測 就是檢測公司 就是另外一家 那你們驗收了 這不就是同一家公司自己 我不曉得這個案子 現在是不是已經 就結案了還是怎麼樣 我請我們市長來 跟委員報告一下 目前這個 驗收的部分還在進行當中 所以還沒有驗收 還沒有驗收 所以那你們知道 他是同一家公司自己 給自己檢測嗎 自己的產品 給自己的另外一家公司檢測嗎 之前不清楚 之間的這個關聯 所以我現在提出來 你們才清楚 事實上這種問題 我們再來進一步釐清 但是我們所了解 很多在儀器的製造商 他本身那一家公司裡面 就會有驗證跟分析的這個部門 那那個部門 假如去這個出去證明說 啊這個產品是合格 接下來就看 好部長 那我告訴你 因為其實他明明有其他的實驗室 要不要接受他的認證 好我簡單來講這件事情邏輯就是 歐移公司 他跟這個凱聚公司 就是同一間公司 那歐移提供的儀器筆測報告 是由凱聚公司檢測的 那這個情況 邏輯不就像是少林足球裡面講到的 裁判 球證 龐證都是他的人 你怎麼跟我鬥 這就是球員兼裁判啊 那根據貴部環境這個研究院的公開資料 儀器的筆測至少有六家可以做 為何這家這個案子就是由凱聚來做 這不就是接案夜收一條龍嗎 環境部的陣風處還在嗎 還有功能嗎 還是說裝睡的人叫不行 還是說他根本就不知道 被蒙在鼓底或是在眼皮底下讓他過去 因為如果今天沒有提出來 是不是你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然後也沒有去做這個檢查 教委員這樣子喔 腳有任何不法 非常歡迎去舉發 那這個案子 因為剛剛我們張市長講還沒有結案 那我不曉得這裡面的一些 揣測或者關係什麼樣 反正就是我們絕不負短 假如違反違法的地方 歡迎去舉發 這個是我身為部長的一個態度 絕不負短 非常清楚 很好 那我希望貴部喔 盡快的調查 如果有任何不法請 請現在也請檢調來進去調查 然後因為這幾年環保署 從環保署到環境部的預算喔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委外辦理的經費也是各部會的第一名 連立法院的預算中心也都點名過 委外經費過高的問題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啊 基本上就是環境部把自己的核心業務也都 委辦給外部的廠商 所以環境部就只能夠任由廠商 與取與求 像剛剛這個樣子也非常像喔 廠商叫你們開什麼標 請問環境部有能力說不嗎 現在連驗收的部分 則得標廠商也自己找了自己檢測公司 你們可能也都被蒙在谷底 直到現在才知道 在你們眼皮底下喔 大辣辣的這樣土地 這樣子你們都不曉得 是不是這樣案子太多 還是就只是其中一件 市長票委員可能也有一些地方 大概言過其實啦 因為這個問題去年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也認同委員說 環境部的委外比例偏高 那我回去也初步的了解一下 所以你也認同喔 有一些委外事實上 他是因為他那個性質 譬如說包括跟地方 部長沒有我們不用扯這麼多喔 我只是想說 我們針對這件事情 也可以看到這樣的事件的發生 那我也請貴部 可以回去好好把這件事情調查清楚 我們來了解一下啦 也請這個 是不是把相關的資料到時候 如果有問題的話 請委員找有不法的地方喔 歡迎這個民眾去舉花 我個人覺得 沒有問題我們會把這個資料 如果有需要我們會提供給檢調 但是我現在在質詢台上告訴你這件事情 就是希望你們也好好的去調查這件事 了解 可以 是